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upzo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最新的Rust开服教程 5年前我倒是有错过Rust开服教程 不过那时候技术很烂而且拍的不好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强大 首先你需要一台服务器或者用自己的电脑也可以 如果你是在家里用自己的电脑的话可以申请一个公网IP 申请不到的话搞个内网存透 不要忘了在路由器设置断口转发 虽然我自己有服务器也有公网IP 那是之前免费申请到的 不过我并不想用自己的网络来搭建服务器 在这里还是推荐大家使用云服务器比较安全一点 就不是说腾讯的轻量应用服务器还是比较便宜的 在这里推荐4G内存起步 我试过2GB根本都不够用 这边没有一核4G的配置 有点可惜最低双核4G 我选择的是香港的服务器 它会比广州上海便宜一些 接下来系统镜像不要选择Windows Windows很臃肿 而且还有不必要的图形界面在那占用资源 本身这个配置很小嘛 那点资源的寸土寸金非常的珍贵 所以在这里推荐大家用CentroOS 或者Ubuntu之类的Ninux系统 服务器创建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关机 然后修改下密码 修改完之后我们配置下防火墙的规则 开放下连接ROS的服务器的端口 2015采用UDP协议 还有ARCON管理端口2016 这个采用TCP协议就好了 配置好了之后就可以开机了 接下来可以选择用XQR连接服务器 输入腾讯分配给你的公网IP 然后用22端口来连接 接下来输入你的账户密码就可以连接了 接下来可以选择切换到ROOT账户 输入CD就可以返回到ROOT账户的根目录了 接着第一件事就是更新软件源 如果你不是ROOT账户的话 记得在命令前面加上序格 好的这就已经更新好了 接下来你可以用Steam CMD手动部署服务器 或者还有个更好的选择 那就是Nelix Game Server Managers 简称LGSM 它不仅已经集成了Steam CMD 还集成了一些非常强大的功能 好的那么在安装LGSM之前 我们需要安装一些依赖 复制这段命令到XL之后 我们需要在后面再添加一个依赖 回车之后它就开始安装依赖了 接下来会出现Steam CMD的一些使用条款 接着按Tip切换到OK 然后接受条款并继续 好的这就已经装好了依赖 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叫ROOT账户的用户 设置一下密码 其他的回车就好 也就是采用Moral设置 接下来我们切换到ROOT账户的用户 切换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安装LGSM了 安装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安装ROOT的Server了 大概4点多GB左右 在这边回车继续 接着这边提示是否安装成功 默认是Y回车继续 接下来这边把Y改成N回车继续 好的ROOT的服务器到这里就已经安装好了 在开始运行之前 我们得先配置一下服务器参数 首先复制这一段 然后用Nano命令打开编辑server.cfg这个文件 首先修改一下服务器的描述 也就是简介了 但别人搜索到你的服务器的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这个简介了 并且完成之后按Ctrl2保存按CtrlX推出 接下来再复制这一段路径 CD这个路径进入文件夹 然后LS列出这个目录底下的文件 接下来我们可以开的ROOT的Server.cfg 可以看到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接着我们复制一份DV的默认设置到这里覆盖掉 这次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里面已经变更为DV的默认设置了 接着我们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就比如说修改一下二孔的密码服务器的名称最大的玩家数量 总之数值是随机地图 所以说随便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默认不填也可以 修改完之后的保存退出 然后CD返回根部录 接下来我们安装一下OXIDE的插件 在这里输入RUS的OXIDE回车就可以安装了 好的一切准备就绪了 就可以启动服务器了 给你们看一下监控 刚刚在安装服务器还有运行服务器的时候 然后CPU占用率可以达到50% 而内存的话一直都是快吃满的状态 你们也可以输入Details 来查看目前服务器的运行状况 详细信息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添加插件 运行OXIDE插件已经全部迁移到 这个Umod Plugins的网站里面了 就比如说我现在要添加这个Gator Manager 我们先把这个插件下载下来 这个插件允许你调整那个采集的倍率 就不是说采集木头采集矿的倍率 更新插件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先停掉服务器 然后进入OXIDE插件存发目录 接着输入RZ上传刚刚下载的插件 然后再启动服务器 启动服务器的时候它会自动加载插件的 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阿孔的管理工具连接服务器 重新加载插件 这种方式不需要重启服务器 那么假如未来OXIDE有新的版本 你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一键升级到OXIDE最新版本 关于更多的命令官方Wiki文档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 不懂的就可以查阅一下 接下来演示的是如何重启服务器 简单的输入Restart就好了 假如你想看服务器实施运行的状况的话 直接用Ctrl命令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它正在启动服务器 正在加在各种的资源 要关掉这个控制台也很简单 首先按Ctrl-B 然后再按D 假如你想关键的话 直接输入PowerOff就好了 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其中一款阿孔的管理工具 也就是ROS的Admin 启动之后呢 先添加你的服务器 刚刚怎么配置的就怎么填 填写服务器的IP端口 阿孔端口还有密码 然后保存即可 好的 接下来就可以连接上服务器了 连接成功 打开游戏之后呢 你在模组服务就可以搜索到我的服务器了 你也可以按F1打开控制台 输入Connect IP粒 冒号28015 就会进入服务器了 接下来教给大家的是如何添加辅助的权限 右键你的账户 拷贝下Steam ID 然后输入OnID 空格你的Steam ID 由于我之前已经添加过了 所以说这里显示已存在 接下来如何修改时间 就比如说我输入env.time20 就是晚上8点了 把后面的数字改成12 就是中午12点了 还记得之前下载的那一个插件吗 我们先复制这一段命令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踩一次能得到5000的木头 这也是之前改过的 接着输入那创命令 你可以发现踩一次木头已经减为50了 我们这次改成200 你会发现踩一次木头已经变为1000了 还有更多好玩的功能 等待大家去发现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进来这个服务器玩一下 不过这个服务器到期也就销毁了 如果你还想带带这个服务器的话 可以通过赞助的方式维持这个服务器的运营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给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